这个是在中东这一场的战争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加萨走廊 现在还包括了叙利亚 以色列不但空袭的里巴嫩 一天就造成了82人死亡 在加萨这边其实他也加大力度 一栋房子就这样给他轰下去 造成了93个人死亡 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了儿童 所以就让大家认为 他是不是真的没有要缩手 因为您看看加萨走廊北部这边 他一次在四栋楼 那他当然就是告诉大家 这里面有所谓他们的恐怖分子存在 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过往听过太多 但接下来这件事情以前没发生过 联合国其实在黎巴嫩的南部这边 有一个维和部队 现在传出了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这边有八名的奥地利维和人员 竟然被火箭弹给击中射伤了 那以色列呢 前所未有的直接立法告诉大家 他们议会通过两项法案 一个就是说呢 禁止联合国进东巴勒斯坦这边的难民就近 还有工程处在以色列控制地区活动 换句话说 以色列它是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是问题是 它却要求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在我这边你不要来 这是我家 不让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来 这个就是让大家认为 前所未有的危险先例 到底现在这场战争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应该会激化 因为曾主党先前说 他们的首领一直被暗杀之后 二号人物在接手就直接讲了 要让以色列先哭泣 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先哭 那以色列这边直接跟他讲了 PO了这个人的照片出来 说哎呀 他的生命一经进入倒数计时 换句话说 他还呛 暂时任命而已啦 不会带久 他一定会把他拿下 会再一次的开启这个斩首行动 也因为这样 所以传出国际游客持续的再往下探 中东这边的战火没有停歇 以色列现在说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黎巴嫩的冲突 这个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当然对于中东这边情势来说会相对缓和 但是很多人是选择不太相信 或对这件事情抱持着存疑的态度的 毕竟他跟伊朗之间的仗还没有结清 看到是伊军的总参谋长 他就直接讲了 说上次呢 他们不是袭击了伊朗吗 他讲伊朗如果再对他们发射导弹的话 他一定会再次到访伊朗 表示说你来我往 我之前是没有完全发挥我的实力哦 你接下来再来 我就会让你好看 那这个纳塔尼亚湖这边呢 则直接讲了 说他们的内阁部长有再一次的被告知 很有可能会再一次发动袭击 要来回应先前伊色列纳塔尼亚湖他的住所不是有被袭击 那个时候他跟他太太都不在房子里嘛 但这件事情他们列在帐上还没有完全对此来做出回应 伊朗现在呢也因为持续不断的你来我往两次的这个导弹射击火箭弹射击器对他们来说有点伤 所以他们现在决定要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达到百分之两百 也就是提高两倍 接下来就是全面性的备战了 其实不是只有伊朗他打的有点辛苦 您知道吗 美国也有点辛苦啊 伊色列这边有很多的拦截飞弹 其实呢是美国老大哥帮忙的 他们说呢 现在拦截飞弹已经有点耗尽了 所以恐怕未来如果太平洋地区 也就是中国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会有点短缺的忧虑啦 就是会有点就是左之右处这样子 那尤其呢就是他们部署海军的驱逐舰这个神盾系统 这一型的SM3的飞弹呢 现在在以色列这边有发挥关键的作用 您知道一枚造价是1500万美元 从去年10月7号伊哈战争到现在 已经发了超过100枚这种SM3的标准飞弹 这真的烧钱 所以就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 这场战争不是只有烧钱而已 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有非常多的年轻生命正在消失当中 对我觉得加沙这个地区以色列已经占领控制了一年多了 而且也打了一年多了 那很明显的他并没有办法在加沙这个地方 彻底的把哈马斯消灭干净 他做不到 当时一开战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说你做不到 那内塔尼亚夫说给我一个礼拜 后来一个月 后来半年过去了 现在一年过去了 他事实上是做不到 到今天为止还是做不到 但是由于他在加沙地区杀的人太多了 有4万多人被杀 其中有2万多人是劳弱富裕 现在又开避另外一个新的战场 对于黎巴顿的南部这个地方进行了这样子 一直一波再一波的轰炸 平民百姓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欧盟的即将要卸任的外交高级专员 柏雷利他自己都坦诚了 他说我们欧洲人已经失去了人性了 也就是我们欧洲人看了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这样的屠杀中东地区的巴德斯坦人 我们欧洲保持了安静 没有介入 甚至还有很多国家还是继续支持以色列 然后让以色列可以这样子无情的去杀害人 他已经觉得有点羞愧了 可是他是因为即将要卸任 但是要接任的这一位新的部长 看起来还是会继续支持以色列 那这样的情形下 我觉得欧洲也让自己在整个世界的发展中的国家 失去了他们过去所标榜的欧洲人的价值 就是人权 当时欧洲人高举人权说 这个就是我们欧洲价值 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地位 所以欧洲人的影响力跟领导力 跟话语权他们消失了 其实难道美国不也一样吗 美国也消失殆尽 那现在美国人跟欧洲人 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对他国家的人权指指点点的时候 他们遭受到的批评 攻击 侮辱 羞辱 那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我觉得如果美国 美国现在对以色列确实是束手无策了 那如果任由以色列这样子不断地再继续屠杀下去的话 我相信全世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其中已经包括中国大陆了 大陆原本对于中东地区的每一方的势力 都保持友好的关系 而且都是很平衡的 不管对于逊尼派 什叶派 由于这种友好的平衡的关系 所以他才能够把他们拉在一起 接着本来中国大陆的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把整个穆斯林跟以色列把它拉在一起 那这首先要解决的 当然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建国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两国方案 还有当时有提到除了两国方案以外 还有就是1967年的联合国的决议 以色列必须要交出他所非法占领的囤困区 来作为解决的途径 如果当时这一步能够做到的话 我相信中东地区进入和平稳定的局势是可以看到了 结果发生了一个悲剧 那也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的残忍的屠杀 这一千多人 但是以色列人的这种超过比例的报复行为 而且远远超过比例的报复行为 使以色列失去了国际间对他的同情跟支持度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以色列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有改变了 也修正了 也就是说我看这两天在联合国里面 大陆对于以色列的指责批评的力道一直在升高 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是不好的 以色列如果是完全不在乎中国大陆的强烈的批评批判 而且要求以色列制止的话 那大陆如果转向 因为大陆现在已经越来越同情伊朗等这些国家 如果以色列完全不在乎中国的意见 你就不能够阻止中国大陆对于伊朗的若干的防御性武器的攻击 那这个就会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平衡 我觉得这个部分 以色列还是要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美国老大哥持续站在伊朗的背后的话 那当整个全球国际间的舆论 以色列的背后 以色列的背后的话 那如果说国际社会对于这些的舆论 他心里头的想法是同情弱者了 那是不是会让更多的势力来介入 想请教教兵哥 原因就是因为呢 现在双方持续的在校正当中 那国防预算提高不在话下 美方这一边呢 其实他担心的是什么 他担心的是 我这样子会不会 我没有办法回防我的太平洋 伊朗说他要调高 高国防预算 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 老实讲 调高国防预算 哪有那么快的事情 又不是立竿建议 这东西 这也是慢慢来 这是表达他一个态度 因为老实讲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有点示弱 也就是 他其实在另一个角度 就是在告诉大家 他暂时现阶段 是不会做大规模的反击 因为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 伊朗其实目前欠缺这样的实力 更何况以色列背后还有美国 那以色列其实也是故意呛下 因为大家也都在质疑你 上次对伊朗 所有的攻击是不是虚晃一招 是不是大家套好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故意讲一点狠话 我认为暂时以色列跟伊朗之间 大概不会发生进一步的冲突 也蛮困难的 美国也不希望他们发生冲突 所以在急于斡旋当中 那导致呢 以色列这场仗打下来 其实看起来以色列好像 节节进逼 好像威风八面 可是实际上 以色列其实也受到重创 你想想看一个国家 一年的时间都在战争 虽然战争的发生的地点 不是在他自己的本土 可是问题是 他所有的工商业活动 全部都受到影响 所以他的经济遭到 非常大的重创 他的武器储备 大概都打光了 其实如果不是美国 一直在提供给他的话 他大概也快撑不下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以色列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停住 他既然都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成本下去 他一定要回收 所以在加萨走龙 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全面占领 那在黎巴嫩南部 他一定要建立他的缓冲区 那他现在 故意先在加萨这边 先说你联合国了 以后不准 那民救援部队不准给我进来 他是在跟谁讲 跟黎巴嫩那边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讲 他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马上就要比招办理 那你不听是吧 我现在先丢几颗炮弹下下来 让你受伤 你再不走 我跟他以色列是真的会赶喔 你不要以为他不赶喔 以色列是真的赶喔 那我觉得联合国维和部队 恐怕接下来支持不了多久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战斗部队 你要求他们在那边 直接跟以色列对抗 也是强人所难 所以以色列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以色列要往这个方向走 那抱歉 美国就只有不断的输写给以色列 别无选择 这就是美国的现况 所以就算美国的弹药忽解了 抱歉 你美国爸爸自己去想办法 反正以色列就是要 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的 让自己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但是他没有办法 那如果上台的是川普的话 川普跟纳太亚胡好的要命 接下来恐怕 会更支持以色列的这些行动 那我只能说 美国把自己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信誉 全部砸在这一场 以色列的扩张战争当中 是 听教汪老师 是 刚刚韩米哥讲到说 川普大概上台之后 对以色列更好 因为川普其实现在在选举过程当中 已经讲了 Do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就基本上就告诉纳太亚胡说 我觉得我相信你的评价 那我们其实在以色列 现在在中东所引起的 这一波的所谓的冲突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是哈马斯的攻击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 包括在加萨走廊的攻势 以色列造成巴勒斯坦 超过四万人的伤亡 然后刚刚赖老师也讲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 以色列自己喊出的目标 是要完全揭灭哈马斯 但是这件事情做不到 因为哈马斯并不是一个 所谓可以抓得到 感觉得到的一个实体 它是一种精神 所以即便揭灭了一些领袖 你会看到哈马斯 又有新的人替上来 以色列知道做不到之后 下一步就赶快地转移 这种失败的形象 转移攻击真主党 转移攻击周边的 所谓的恐怖组织 以色列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雄心抱子胆 或者这么大的野心 甚至是觉得 好像肆无忌惮呢 说穿了 就是我们看到了 国际政治的现实 现在的现实 就是当美国 没有办法对以色列 施以所谓的 钳制力的时候 基本上以色列 现在看的就是 它可以为所欲为 包括了我们说 欧洲的国家 虽然在旁边摇头 叹息感叹 甚至联合国都 发表声明谴责 但是能做得非常有限 以色列紧抓的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 当中的选票跟钞票 这两件事情 选票有关键的 摇摆州的 犹太族裔的支持 钞票不用说 犹太势力在美国 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美国535位的 参众两院的议员 只有33位 没有接受到 犹太族裔的政治献金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 很残酷 但是它是现实的部分 以色列现在 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会不会透过外交途径 来解决 所谓跟黎巴嫩的冲突 目前最新的消息 拜登总统也看不下去 在礼拜四 打算要派白宫的 两位资深的中东专家 去做斡旋跟协调 坦白说 虽然看起来像是美国施压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把整个大局 拿出来看 你就会发现 以色列从哈马斯这边 没有办法完全的攻击成功 转移到黎巴嫩 然后现在黎巴嫩 很有可能也透过 某种程度的外交的斡旋 好像做出让步 但是下一步 对伊朗还会进行 可能接下来的攻势 刚刚其实两位也讲到了 其实伊朗现在 真的能够反击的能力 是相当有限的 最近的消息已经看到了 刚刚韩明哥有特别讲到 也很重要的一点 是以色列自己花了很多钱 在这一年打仗 其实以色列的财政部长 央行的总裁都跳出来了 今天讲的一句话是说 2025年不是以色列的战争之年 而是要退出战争的年份 所以其实以色列大概做完 黎巴嫩的这场战争 外交斡旋停火之后 下一波对伊朗再进行攻势 攻击到一定的程度 就开始收兵 然后把纳塔亚胡的政权稳固了 这才是纳塔亚胡心中 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跟政权无关的 对纳塔亚胡而言 什么和平啊 或者是所谓的人道救援 事实上那都是 像是外表的包装而已 回过头想到的都还是自己啦 这真的就是政治上面的现实 但是大家也想问 找和平特使去 或者是派特使去有用吗 布林肯都去11次了 您觉得有效果吗 现在呢 其实在拜登政府来说 大家就要问 他们是不是做什么 都会叫旁边的小老弟要跟上 原因是因为欧盟 现在正式拍板定案了 看到他们对中方的电动车 已经争最后的最终返补接税 上汽这家公司是最高的 是35.3% 这个课税政策将会持续达 5年之久 这里面呢 他会说 我也不是只有针对你们啦 是中方制造的 所以特斯拉 如果说中方这边有制造出口的话 那你是7.8% 上期我们刚说最贵的35.3% 那吉利呢 是18.8% 比亚迪17% 那不是只有这一些而已哦 你这边如果合作 跟你说呢 在调查期间有跟我们合作 跟我们有所往来的 那最后是被加征20.7% 大家就讲 再加上一般关税 其实最后你知道是将近有快一半的 45.3%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那中方这边当然就讲啦 他们不认同 不接受 已经在WTO的争端下提出了诉讼 那这个呢 他们针对这件事情 中欧在星期五的时候 会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毕竟啦 彼此之间都还是持续的告诉你 我可以谈啊 我不是铁板一块啊 但是我线下需要有些动作 为什么他持续要谈 因为他内部其实也有反对的声浪 比如说啦 德国汽车 现在说呢 他们的巨头要关三大厂了 这里面所影响到的 当然就是数万人的工作收入 永久性减薪10% 计划冻结薪资2年之久 要减少成本 这一些东西就会引起 他们在年末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股的罢工潮 而且在车子一件事情上面 不是只有欧洲这边 比如德国这边的汽车受到了影响 美国的福特汽车呢 他们也一直以来都在备战准备当中 比如他们的福特CEO就自己讲了 过去半年你相信吗 福特的CEO哦 他过去半年说他开的是小米的苏七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要研究一下他们的车怎么样 开完之后半年了 他说他爱不释手啊 还不想还车啊 所以他认为中国车企是一个生存上面的威胁 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做电动车这一块 亏了很多 所以他们降了全年的裁撤 那目前他们希望能够推出的是什么 是如果说诶 客车一般的这种轿车做不赢的话 我是不是从皮卡这边来下手 就是从不同的车种不同的需求来做切入 最主要也因为在中方这里 他们其实持续的在把车市做大 我们说卷的很严重 比亚迪现在说要挖绞了前英国的高层 因为他们其实即便你帮他加税 或什么欧洲的市场业务 他们并没有就此放下 因为他在8月的时候 已经在欧盟这里的电动车销售成长有 将近两成 19% 那苏七我们刚提到被那个福特CEO 爱不释手的苏七 他刚刚的性能版的部分 刷掉了特斯拉保时捷 新台并知道他开卖10分钟 就被破3000张 也就是说他预售价格365万 结果开卖10分钟就已经有3000多张的订单进来了 就让大家确实的看到他的实力 那与此同时北京呢 他们是直接由官方来带动 所有的中央器官呢说要求带同使用国产的新能源车 希望这个能够变成一个潮流 当然也跟他们目前希望转由 绿化绿能这样的一个大政策方向是有关系的 也因为啦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 好譬如说他们有用到一些晶片等等 美方都很在意 美方现在呢也在下一层 他们要限制的是大陆的高科技 半导体量子计算还有AI 目前美国企业还有个人 如果你有在这方面做投资的话 你必须要好好的回去审查一下了 要对中方投资 现在会有一个新规定 明年开始正式生效 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让军方获得了军事优势的关键技术 再一下一次的对投资来限缩 中方这边强烈不满以提交涉 但是矽谷的科技大佬有特别提到 AI是未来最大的风险 他很担心会掉到中俄他们的手中 特别是习近平还有普清 只是这真的有用吗 因为北京呢这边的反制措施 就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稀土 在今年其实已经有好几波 他们提出对于稀土的管控 控制它的出口 未来有可能持续的再增加 中美之间以及呢 影响到的是中欧之间的贸易 现在都在变动当中 首先想要请教一下 赖尔士您怎么样来看 当欧盟已经确定要对大陆的汽车 来增加高关税的同时 其实有很多人是跳脚的 我觉得中欧的贸易战很有可能开打了 因为欧盟的最终文件已经出炉了 从明天开始就10月31号开始就课征 有关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入欧洲的这些关税 这个关税 因为原本的关税就是10% 现在是外加的关税 所以最便宜的 例如说比亚迪最低17点多 但是你一加10%就27点多 27点多对于比亚迪来讲 其实还是有强大的竞争力 可是对上汽就非常的不理想 因为上海汽车 各位想想 如果说你增加了35% 等于是45点多 快一半 快一半了 它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情形下 当然中国大陆是强烈的不满 因为他认为 这整个是违反WTO的精神 已经提出高速 第二个就是你的程序也是不合法 为什么 因为按照规定 你应该是行会 公司的工会 行会 他们本身提出反倾效的调查 结果没有任何一家欧洲的汽车公司 也没有欧盟的汽车行会 他们提出说要对中国的电动车 那么反其调的调查没有 竟然只是因为法国嘴巴奖 然后你冯德莱恩就马上立案 然后就启动调查 这个是他们认为程序是有严重的瑕疵 所以他们表达严重的抗议 而且在调查期间里面 那么也不符合规则也没有透明化 所以大陆到最后他们还去高阶官员 进入欧洲50天 就停在欧洲50天 去不断的斡旋 但是结果欧盟还是不为所动 一样的把这文件出来 但欧盟后面留了一条路说 我一方面瞌睡 我二方面可以进行谈判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打打谈谈 但是已经开始瞌睡了 对于大陆来讲 都知道你在玩这个缓兵之计 但是你已经从10月31日开始瞌睡了 大陆当然对于欧盟的白蓝地酒 欧盟我们再强调 欧盟的白蓝地酒也克高关税 那问题就来了 那法国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法国的贸易部的副部长 说下礼拜要到中国去吵架 去心思问罪 因为他说你是针对我法国来的 因为当初这个案子就是我法国提的 所以你是政治打压 可是大家问一个问题 他是对欧盟的课税 你法国凭什么来跟中国谈判 你应该是透过欧盟来谈判 所以我个人认为 法国的贸易部的副部长 去大陆的话 他基本上只会吃到软钉子而已 因为他根本没有资格来进入谈判 好 我们先进行广告 等等回来继续来说 我们说欧盟现在呢 最终已经是要对中方的电动车补贴 来祭出罚则关税了 那中方这边有一些反制措施 其实欧盟内部内部的意见也不太一样 请教汪老师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欧盟用关税的方式 来抑制所谓的中国电动车 所谓的倾销 事实上光是采取关税的方式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整个大的策略还没有架构完成 也就是说关税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直观的 如果我增加关税 就会造成对方的进口的压力 进口的成本变高 然后让我自己欧盟内部生产的电动车 可以稍微的更有竞争力 可是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策略其实是非常直接 但是也很容易的被相对来说就凸显了 欧盟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如果我们以数字来看 欧盟到目前为止 平均的电动车车价是45000欧元 如果再加上税的话其实更高 那如果我们把中国大陆 现在生产的电动车 把它的价格摊开来看 其实远低于45000欧元这样的数字 换句话说 即便今天加上了关税 坦白说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就代表了欧盟国家 如果真的打算长期只是想要用关税 来抑制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倾销 或者是竞争力 其实只能撑短期 没有办法真的做到长期 更何况 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商 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 在跟欧洲国家进行在地的合作 甚至是转换品牌 用挂牌同时挂牌上市 联名上市的方式来做进行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欧盟如果只想到关税 而没有想到其他的措施 我们就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在电动车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长期而言 恐怕没有办法真的达到 欧盟想要达到的效果 然后我们把事情再放大来看 现在全世界的 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 当然跟美中竞争有关系 可是全球的贸易战 所谓的科技战贸易战 它的关键就在于 目前对于所谓的崛起的中国 到目前还是没有真正的找到方式 那是不是也某种程度凸显了 这个世界必须要重新思考 进入到多级体系之后 中国或者是北京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 合作对象也好 或者竞争对手也罢 我们从现在 不管是国际上的所有的谈判 跟所有的策略 可以看得出来到目前为止 其实仍然找不到 对于北京的正确的策略 其实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在温盟他们这边 因为内部有不同意见 所以他现在持续的在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但对于美方来说 虽然新的政权还没有正式的出现 可是他们还是持续的在对中强硬当中 等等回来了 请兵哥帮我们总结 节目最后要请兵哥帮我们总结 我觉得欧盟虽然他们现在 做出来这样一个增加关税一个决定 而且是惩罚式的关税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放弃谈 其实我觉得欧洲人自己心里头也很清楚 其实欧洲现在最大的危机 不是去你加关税 去把这些大陆的电动车挡住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而是欧洲车正在丧失 他自己本身的竞争力 这才是他本身最严重的问题 他在中国市场为什么福斯汽车 福斯汽车是最早去中国大陆设厂的欧洲厂商 他本来市占率非常高 以前曾经一度到40%以上 那现在为什么节节下滑 因为他的车在大陆竞争不过大陆的汽车 这是他最严重的问题 他不管是燃油车或是电动车也好 都竞争不过 连他们自己本来再来说 他在燃油引擎有一定程度优势 他都已经竞争不过中国大陆的车 所以他本身就是要赶快去思索 你的技术如果再不提升你就完蛋了 同样福特也是一样 福特本来要跟林德时代合作 那现在也被挡住 那福特如果没有办法提升他的技术的话 请问一下在未来这一个新人员车 这个是主流的时代 那福特车厂要怎么生存下去 这也是他们自己要去考量的问题 这绝对不是 单纯就是用关税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到最后你关税还是挡不住 别人如果不是单纯只是性价比你优秀 他甚至性能本身就比你强的时候你怎么办 实际上小米SU7现在就做到这一点 他直接在赛道上 那个赛道本来进入保持人是特斯拉 然后结果现在直接被他打破 而且请注意前两名都是电动车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燃油车时代已经慢慢被超越 Porsche做燃油车做了多久的时间 结果现在Porsche已经竞争不过电动车了 大家午安 我是陈燕银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 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 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 蓝月钱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翁吕仲老师 燕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安小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美国选举现在进入了最后阶段了 11月1月5号 他们即将要完成投票 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包括远距投票 包括同学投票 现在都已经正在如虎糊涂的进行当中 而现在最新的一个支持率比数也曝光了 看到贺锦丽是44%的支持率 超微幅 超微幅 因为他真的只赢 那个1% 你看有多微幅 所以现在最新的民调曝光之后 路透的讲法是 到时候恐怕对于贺锦丽来说 胜选的几率不大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过往 有关川普他选举的理念来说 基本上表态支持川普的人 可能会比较含蓄一些些 比较保守一些些 可能他不会直接的来告诉 跟他来做民调的人 所以有没有可能隐性选民存在 加上现在经济移民政策 都是比较有利于川普的 那会不会真的就对贺锦丽来说 比较没有优势 更何况现在包括了华尔街 包括投资圈 还有科技圈好像也慢慢的在表态 现在看到的是某金鱼啊 去中心化预测市场 他们说有一位法国籍的交易员 先前呢已经先投注了2800万美元 说是川普胜 现在再加码又投了100万美元 表示说他认为这个胜率是真的高的 川普交易目前好像有点过热 所以又有人开始示警了 说小心哦 如果最后真的不是川普当选的话 你可能会蒙受巨额的损失 但也因为川普进来有越来越多的言论 跟台湾有关系 所以在台湾这边其实有史以来 也算是相对的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次选举 包括了 他先前不是讲过了吗 说台湾偷走晶片业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反制的措施 我们来听听经济部长郭智慧怎么说 您同意川普这样的说法吗 川普的说法是他讲的啦 当然是他讲的啊 是 那我 你不要讲废话了 你同意吗 我当然不同意啊 不同意 然后你有正式发表过声明吗 来挺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业吗 他没问我啊 我怎么会 他没有问你 我先在问你啊 好他没有问我啊 但是您是我们的外交 经济部的部长 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 当你这句话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的时候 蓝尾要求表态 他还是持续的说 他没有问我啊 那是不是应该有更强硬的一些回击呢 因为其实现在 真的他的赢的可能性还蛮大的 那包括了马斯克 这一次非常非常挺川普的人呢 现在持续的在后面堆拨助蓝 因为他就告诉了所有的美国选民说 如果您去按支持言论自由 还有持枪权的请愿书的话 这些登记的选民呢 他关键摇摆周每天抽出一位 奖金是多少 百万大奖 百万美元的这个抽奖 现在大家就讲了 有没有可能真的 就把一些可能偏中间 或是不那么关心政治的选民 把他给绞进来了 那个部分呢 则是说 马斯克先前在台湾两岸的立场上面 不是有传出吗 他跟普京很好还要求普京 当普京跟他讲说不要给台湾心恋的时候 这一些问题大家都在讲 虽然俄方这边 他们的官方有出来否认说 没这么一件事情 但这句话确实曾经从 马斯克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他说什么 说台湾可以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 当年2022年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在讲 说这个真的会对台湾有利吗 这个人对我们真的是友善吗 与此同时呢 大家就想问了 那中国呢 中国到底喜欢谁当总统 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了 中方的学者认为 中国可能更偏好川普的孤立主义 但美国的学者认为 如果说他想要搞好中美关系的话 那贺锦丽相对的 比较没那么阴态 比较稳定 可以把他拉回正轨 不管怎么说 川普如果赢的话 有可能会升高关税 对于中方的经济可能会造成影响 现在他们也要开始做一些布局 所以也传出 他们准备要发行 10兆规模的主权债券 能够来解决一些地方上头 内部的债务问题 而另一点呢 则是 不是只有美国现在要面临换届的状况 日本前一阵子的这个政治动荡 现在呢 更是让学者以及路透出来讲 说可能会让大陆方面有机可乘 有可能甚至在这个时候 这个是安倍晋三的前顾问说的 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对台湾军事挑衅 好 讲到了两岸之间 讲到了中日之间 日本现在呢 说他们的陆上自卫队 开始有一个情号下水了 这个是一个运输舰 那就是希望说呢 到时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 他们要赶紧的向前方来运送物资 也因为最近有台风啦 所以你也看到了 包括了他们的初云号 还有呢一个美国的第七舰队 这些海军舰团通通都停到了他们的恒须贺基地里面 让大家说呢这里面可以一眼看到所有的美日军舰 而日本现在一直在充实的是自己真正的军事硬实力 所以呢你也看到他们开始要计划取得42架的F35B隐形战斗机 本来呢他们就有F35B 但现在一口气要42架 可见得他们希望在海上 以及呢在他们空中的这些实力 能够再一次的来加强 但问题是讲到了船 大陆这真的是舰得非常非常快速 卫星照又照到了 说下火速达到一个神秘的新巨舰 好原因是因为呢你看这个甲板上面好像非常的宽敞 应该是一个飞行甲板 甚至大家讲有可能是具备有轻型航母 可以装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特点 而也有报道指出说这个叫民间航母出事了 因为呢这一张照片里面就有大概八架的五直十时针机 大家就讲了 那这样子五直十反正是路上起飞的 那如果说有个平板给他的话 是不是表示说他整个飞行的半径 战斗的半径又再次的扩大了 可能在台海之间作战的时候 这样的半潜船可以发挥作用 毕竟他的运战能力是非常大的 大家看这一些就会想到的是 如果真的是两岸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做防范 以及自己的军事部署 回过头想要请教一下兵哥 你怎么样来看 美雪现在是最后一周了 看得到的是贺锦丽虽然赢了 但只有一个百分点 其实他们两个现在很难说谁输谁赢 因为有的民调显示是川普赢 有的是那个贺锦丽 都在三个百分点内 对但是问题是显然现在出现一个趋势 就是川普后来居上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他已经追上来 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国很多地方 包括赌盘 看好川普的比例增加非常非常多 这对贺锦丽当然是一个警讯 所以如果贺锦丽没有办法在最后这几天 想出一个能够吸引他的选民注意 震撼人心的一个做法的话 我个人认为他恐怕要陷入非常大的危险当中 因为现在甚至很多人是认为说 实际上是川普赢 而且赢不止一点 所以这个对贺锦丽来讲 当然不是一个值得乐观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对台湾来讲 川普上来恐怕好事也不多 因为川普这一阵子 一连串针对台湾的一些发言 一下叫你交保护费 一下子要加重台湾的关税 然后一下要把台积电直接拉到美国去 这个对台湾都不是好消息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官员真的还蛮糟的 这个郭智辉是在业界待久了是不是 你闪闪躲躲干嘛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然后他没有问你废话 他没有问你你也可以回答 事实上人家有问你才能答 但是这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大法官视线之后得出来的结果 郭智辉就示范给你看了 我就直接在国会里头跟你打迪赛 你不知道怎么样嘛 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还算是愿意讲的 那他如果不愿意讲 他甚至跟你来个闷声大发财 你拿他一点折都没有 那这 这就是台湾现在荒谬的地方 那你看着好了 不管卓荣泰也好 不管郭智辉也好 甚至赖清德也好 谁敢去对川普嗆一句 一个都不敢 这是事实嘛 也不用骗人了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个很糟的状况 以川普这么强势的性格 他如果上台之后 我看台湾 可能就被他吃干妈镜 你根本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 那马斯克他现在就是摆明了 我全面押保川普 管你怎么罚我根本不在乎 他赌的很简单啊 川普上台我就没事啊 就这么简单啊 而且说真的 他到底算不算是会选这些东西 其实是有争议的啦 因为其实贺锦丽那边也有类似的动作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要去罚马斯克的话 那贺锦丽那边你要不要去处理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那倒是 你说是不是普丁 特别跑去找马斯克去讲说 不要给台湾新链 我是觉得普丁应该没有这么闲啊 台湾关他什么事 他应该也不会在乎 实际上 我们一开始 我们台湾要发展自己 类似新链这样系统的时候 本来我们是有去找马斯克 是马斯克直接拒绝我们 他没有打算要跟我们发展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打算要自己发展 可是台湾现在去哪里找这些技术 跟能量还有资金 目前都没有 这都是头痛的问题 那至于说谁 中国大陆偏好哪一位当选总统 其实老实讲 不管川普或贺锦丽当选总统 对中国大陆的态势都不太会改变 只是两个人采取的方法步骤 可能是不太一样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他也不用特别期望谁会当选 而是怎么样对美国未来可能对中国大陆采取的行动 预先做好反制的措施 这就是中国大陆唯一能够选择的 好 你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现在在太平洋这一边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中方跟日本最近确实在钓鱼台这边有点 有点烟消味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 虽然是躲台风 可是这么多的船舰在一起 他就开始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我觉得日本的横须货军港 当然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特别是第七舰队的一个司令部所在地 那这两天他们刚好 一方面是躲台风 二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进行防核战的演练 这个最主要是针对于普丁 他在这个10月29号就是昨天 他进行了这个远距离的视讯的指挥 这个核战演习 而且是实弹射击 那当然那个不是用核弹头 用虚拟的核弹头 但它的一个射击区 一个是到勘察家半岛上 就打在那个地方 那能够打到勘察家半岛 其实能够打到美国的本土 也能够打到日本的本土 特别是大型的军港这个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 俄罗斯克海的核动力潜舰的一种射击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加伦比海 这个地方的一个设计 这个对于整个北约跟对美国 日本跟美国的盟国的大型的军事设施 都有攻击的一个可能性 日本跟美国所联合打造起来的舰队 以现在的规模来看 没有办法跟大陆的舰队来做抗衡 因为大陆不管是北海或者是东海 或是南海的一个舰队 总量加起来都比美国跟日本的还要大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日本即使它在拼命的造舰意义也不大 因为以目前的数量来说 还有中国大陆的火箭军 还有就是它的远香火的一个导弹的设计能力 我觉得日本如果要接入台海的战争 日本是完全没有生命 而且日本本身也会遭到重挫 我想这个是日本也很清楚 美国也很清楚的一个情形 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 这个国智慧应该要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多说两句话 当川普说台湾人是小偷 我觉得他有义务有责任 告诉川普说我们台湾人不是小偷 台湾人的半导体的发展 是我们几十年来从蒋经国时代 尤其是蒋经国的时候 他的整个团队为我们台湾人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而且是台湾的工程是一代又一代的 努力的卖干卖血卖肉 不是卖肉 就是卖汉 这样子一种打拼出来的 这个你美国人做不到 台湾人被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叫你三班的轮流 年轻人的干就这样子伤到了 然后才把半导体搞出来 而且今天有这么样的一个基础 不是小偷 我觉得郭智辉你要站在台湾人立场 告诉川普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是半导体帝国的创造者 制造者 而且是从蒋经国时代打下来的基础 那现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 你们是在享受蒋经国所打造出来的 这些结果而已 这是第一个 那万一川普赢了怎么办 他认定你是小偷 你又没有证明 你又没有跟他辩驳 你又没有说我们不是小偷 然后川普如果赢了 他对台湾下手 你的对策是什么 我觉得赖清德也好 卓荣泰也好 国智慧也好 你要想对策 因为他已经公开了多次的强调 台湾要加税 台湾的国防费用要占GDP的10% 700多亿美元 我们的预算才2万多 2兆多台币 你要700多亿美元的整个国防预算 然后今天又说我们半导体是偷来的 像美国人偷来的 我觉得你要有对策 因为川普如果对台湾下手 你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老百姓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你是当官的 你要为台湾的未来想一想 想要请教一下温老师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川普现在看起来 胜率真的是比起前一个月 又再次的提升了 那您怎么样来看 目前确实 我今天才刚刚下飞机从美国回来 确实在美国的气氛看起来 川普确实这个气势是不断的往上 在攀升当中 当然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必须说贺锦丽现在遇到的一个状况是 她的选战策略太过于单调 如果大家关注贺锦丽一直以来所论述的 她并不是在强调她自己很行 而是在强调川普不适任 这个选战的策略 事实上在刚开始 还有所谓的政党支持者红利 也就是刚刚拜登全部退选之后 她在民主党的支持者心中 呈现一个新的气象的时候 这个红利存在 可是现在因为一路以来 几个月以来都在讲川普不适任 可是没有呈现为什么自己适任 这个部分选战节奏 选战策略的单调 导致选民对她的期待开始慢慢的往下滑 再者包括贺锦丽她自己可能在表演政治上面 遇到的对手太强了 川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高手 她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自带流量 这一点在最后的选战最后的关头 其实我们知道选举过程当中 选民理性的选民有关注政治的选民 早就已经下了决心了 剩下这一个礼拜 是这些可能平常没有在看政治新闻的人 他可能觉得现在来打开电视 看一下推特 看一下TTA到底是谁有一些论述 那我们看到了包括川普在麦当劳的表演 事实上很多的论述都被剪成小的短影音 在美国的一般的选明星 这个手机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光是在表演上面就让川普 再加上Elon Musk大力的投注 确实拉抬了很多的声势 所以现在贺锦丽在全国的民调 微幅的领先 其实对于民主党来说就已经很紧张了 更何况现在所谓的关键的七个摇摆州 基本上都是一个平盘 这种平盘长期来说 对过去的经验来说 对民主党并没有很有利 我们在台湾常常听到大家问说 刚刚赖老师其实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对策才是重点 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常常常问说 谁当选对台湾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研究 课题基本上就错了 因为作为要强调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就不会是说 哪一个大哥当选比较好 而是思考说 如果说谁当选了 我们有什么对策 来跟对方来做要求 事实上我们看看周边的国家 包括日本 韩国 哪一个国家不是 如果美国提出要求了 对方会相对的来说 对 我是要妥协 可是在妥协过程当中 我要谈判 我也要得到一些东西的 所以韩国的三星 不会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而是到德州去设厂 因为韩国的政府 有协助要求 在设厂的位置上面 要做调整 所以我们在说 看到美国的选举 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很激烈 可是台湾真的要去思考的问题是 究竟有没有打算 要向美国有的时候 事实要说不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刚刚赖老师说的 对策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说 马斯克的这个 刚刚韩明哥有讲到 伊朗茂斯 这个是不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确实是灰色地带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其实找了很多律师 在演绎 到底这件事情 能不能继续推 光是说这件事情 可能踏入了灰色地带 大家别忘了我说了 表演政治 这个时候的声量 就是因为有争议 所以有声量 尤其是在滨州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选在滨州 因为滨州是摇摆州中的 重中之重 19张选举人能团票 很有可能就是 最后大选的关键 只要能够把气氛拉起来 只要能够让滨州 尤其是遥远的 这些乡村的选民 能够出来愿意 为了这个100万的抽奖 出来投票 事实上都有可能 造成选情最后的翻转 所以现在路死随手 虽然还是很紧绷的 可是川普的声势 确实往上 台湾要想的是对策 而不是想谁会比较好 确实啊 这样选情 还没有真正的明朗化 因为就是 5050这种平盘 那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影响到 最来这几天 美国人民的投票